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何文堅 記不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有些團體登過報紙說 堅決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排 就是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相同今天也有些報章 引述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 可能有點暗湧 不如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的接受人 殷瑞嫻女士跟我們聊聊 早安 殷瑞嫻 早安 大聯盟代表著疫情應該頒獎給你們 幫忙堅守在最前線 但作為行業先鋒 對於強積金的對沖安排 主要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其實我想整體這個 現在政府進行強積金 最終要取消對沖安排的條例 現在正在審議 其實有很多問題 市民大眾不清楚 因為在疫情期間 政府把醫療條例 拿上立法會審議 但其實很多市民都不知道 那我就在這裡講講這個 強積金和 強積金基本上發展由來 其實正如勞工處處長都說 之前沒有強積金 遣散費和循環服務金 有什麼問題 現在取消 其他問題很大 之前遣散費在1974年開始生效 長期服務金在1986年生效 當時僱主負責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支付出來的大概是僱員月薪的5.6% 那麼搶職金呢 就在1995年審議的時候 就要求商界付主 每個月就為 付員工款月薪5% 加上付員工款的5% 就交由金融機構去負責做投資 去營運 那麼當時呢 就商界是覺得 喂 很大這個成本 那麼當時政府就承諾了商界 搶職金不是說對員工的雙重複利 那麼之後呢 僱員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仍然都可以用僱主供款的部分去抵消 那就是可以對沖 那就是不構成僱主一方面 要另外支付遣散費和或者長期服務金 而另一方面又要每個月供5%搶職金 那麼僱主認為這個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同意為這個搶職金供付 那條例呢 就在2000年就開始運作了 行之有效 到2015年呢 政府為了討好勞工界 就構思取消 強積金對沖安排 即是出爾反爾 還會誤導市民說 在強積金立法之前都是這樣的啦 那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其實呢 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那事實上呢 強積金未實施之前呢 僱主是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就是僱員月薪的5.9% 而不需要供另外的5% 那當然在這個話題上面 都是勞資雙方 就一定很難有共識的啦 勞工界呢 八大工會集團 就作出強烈反對 就促請說要理性去議政 反對呢 就是延後立法啦 因為現在說 有傳可能說 會不會流到下屆政府 才可以再進行修例 那我想問一下 馬英女士呢 其實你看回業界 其實在疫情之下 其實他們面對了什麼困難呢 在就住這個強積金對沖安排上面 其實他們又怎樣去向政府反應呢 其實呢 現在正正呢 這個修例呢 就會是影響到 勞動行業 即是 即是人手密集的行業是嗎 你的意思 是 勞工密集的行業 現在勞動人口有三百多萬 那有三分二人呢 就賺的人工呢 是少於二萬二千五的 那現在呢 正正呢 就 這個條例呢 二萬二千五之下呢 就 是會保障到的 即是每五年呢 他們就可以去 跟僱主 爭取這個 長期服務金 就是一個例子啦 如果他是賺 不要說二萬二千五那麼多錢了 賺萬五元 那他五年呢 都可以拿到五萬元 那如果他賺二萬二千元呢 每五年都拿到七萬二 這個呢 是影響到他本身那個 搶職金的儲蓄 那這個是一個額外的 好像一個獎金那樣 那如果個個呢 都來問我們 那讓他們 那是這些 那是他們的 那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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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的解僱了它呢 是不是每年就換一班人呢 那僱主會不會這樣去接受這個條例 轉根了帶來的財務壓力呢 很老實說 如果你兩樣都要加上的 就是5%加起來 5.6%就是10.6% 其實我們業界是 不是我們業界 僱主是願意多供1% 就是在強積堪度6% 就不是現在這個10.6% 那很老實說 我們的行業 現在的利潤大概都是1-2% 因為我們都是靠人力營運的 所以這樣會影響到我們的行業 如果僱主都沒有辦法給這些長期服務金 那就會倒閉 那其實呢 你現在三百多萬人呢 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呢 就是在這些行業那裡的 那就是有二百多人 那如果你說 因為這個行業生態 但是因為這個 個個都來拿強積金 Sorry 是拿這個長期服務金的時候呢 那大家支付不了 其實唯有倒閉的 如果倒閉了之後呢 老實說 我不會再有僱員了 那其實 顧員有什麼的得益呢 你知道其實呢 每一個企業 顧主顧員都是純此相依的 你真是不可以 誰沒了誰都不行的 是不是 那現在立法會 雖然有個討論 可能要求暫緩這個強積金推沖的安排 那即時八大工會又說 對於這個暫緩有意見 那但是其實以環境衛生業界為例 那你繼續增加一些僱員成本 那其實最終是不是有時會用科技取代人力呢 那那些保安員變成眼仔 智能CCTV 那座頭都沒有了 清潔用這個打納機 不用這個人手了 是不是越來越會有這樣的趨勢呢 香港 我相信呢 就不會的 始終來講呢 香港不像外國 地方大 香港呢 就是 向上發展的 就是向華發展的 那變了那個地方有限 你是很難用到一些機械人去代替的 還有呢 我相信市民都不喜歡 就是早上起床上班 那跟著在門口見到那個機械人 好機械人 說早上 要人性化一點 其實呢 就是我們前線員工呢 跟那些市民 客戶呢 都是好 大家關係很好的 那我想呢 還有呢 你怎麼解決呢 那你就算真的機械化了 那你香港的那個勞動人口 有很多人 不是個個都讀飽書 可以去找些很好的工的 那我們是基層行業 我們都要照顧回一些基層的人士 那如果你這個搶職金呢 表面好像幫他的 其實實際上是幫不了他 與其有沒有機會 將這個成本轉價給一些消費者呢 或者用人呢 這個呢 這個就肯定的了 那個成本是高了 但是其實呢 我還想再講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呢 就是呢 政府這次說 有個優化資助計劃 給僱主 叫他們放心吧 沒有問題的 你們頂得住的 其實呢 整個資助計劃呢 就是330億左右而已 那只是25年了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現在香港每年的僱主 搶職金的公款已經超過340億的了 那25年就已經是8500億 那你現在將這個330億 叫做資助我們 那而我們之後呢 就要支付8500億的 嗯 遣散費 長期貿務金 那是不是不公道呢 還有 根本這個資助 根本就是騙人的 是 我就覺得是一個唐衣陷阱 就有發我們商界呢 不知道就縱伏的 所以這件事呢 我想希望呢 很多市民大眾不清楚 都要再了解一下 那加上現在呢 根本呢 政府都資訊不足的 很多僱主都不知道 現在要審議這條條例 他們不知道哦 那怎麼辦呢 到時來的時候 那勞工團體當然是喜歡 可以快點通過啦 他現在怕又暗湧啦 但事實上呢 就不要只是想著 過多條條例就行了 那你為害 為害這個社會是很大的 你影響到呢 勞資雙方的關係 那會不會日後呢 就是硬硬要推 通過了之後呢 有可能令到那個 自僱形式的 僱傭關係更加增加呢 就是人人都是 自僱啦 那清潔一棟樓 又自僱拆開來做 那個個自己 付回自己的 這些法例成本呢 其實呢 如果是這樣是很悲哀的 因為呢 如果你說 其實呢 我們 行業呢 都會有一些 小型的公司呢 就是判上判一些 工作來做的 那這些呢 他們自己 好兄弟班 他們都想 有機會上流的 所以他們就判來做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 工人 他基本上就是 想為兩攤 你現在要叫他做自僱人士 那我覺得呢 是很不負責任啦 這個條例 引致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還有基本上呢 我們一個合約 可能有三幾人 可能有三五十人 可能有百幾二百人 那你怎麽可以叫 個個都做自僱人士呢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呢 這個條例是很大漏洞的 他真的要為我們這些 基層行業呢 去想想 怎麽算 尤其是我們 清潔保安和物館 就是用的人不少 就是近百萬人 那如果你說 這次這個情況發生 就會影響到 我們的行業生態呢 那真的會有很多人呢 可能會沒有東西做的了 這個話題上面呢 可能大家還要再深入討論一下 今天呢 不解釋你先 不解釋 因為你看到那些人 我們會拍拖大 這個問題 也會進行 很多遍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